好結了婚成了家 如果在國內的話 很多人可能覺得自己 養不起小孩 所以不敢生小孩 所以呢生育率這麼低 大家的薪水真的倒退 入到十幾年前的境界嗎 昨天看到了 鴻海老董郭台銘呢 他就講說 蛤什麼22K 哪家公司有只有22K啊 誰只有22K的話 我就把你這個公司買下來 導播我們回到上一頁 我們就把這個公司給買下來 我買下來之後 把你們加薪這樣可以吧 但是呢 有的人講說 你不要講加薪了啦 加薪不可能 但是呢 有的人這個縣市首長就講說 你這公司不加薪是不是 那我讓你多繳一點稅 你這個錢呢 你就上交國庫 可能有一些員工也心裡講說 這樣是不是比較公平一點 不然賺錢都是老闆在賺 自己薪水口袋都沒有進帳 但是有的人會覺得說 你們有工作已經很好了 我們現在還找不到工作呢 我們講的是遠通 現在不是還有200多位 以前的這個收票員嗎 現在呢 沒有工作好找嘛 現在講說 這個轉職 前兩天我們看到他們講說 你們都一定要大學畢業 都要有什麼什麼樣的技能 這不是讓我們覺得很委屈 很侮辱人嗎 現在門檻要放寬了 是不是可以讓他們 趕快就找到工作 這當中呢 有沒有一些事 譬如說像媽媽 在母親節之前 可以先喘一口氣說 我的工作有著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郭老董 22K的公司 我們直接找到了一家在新北市的工業區 真的有工廠的作業員 就是領22K 但是聽到郭董要把公司買下來調整薪資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那麼願意咧 怎麼回事啊 但是也有老闆說 好啊 那我就把我的薪水全部調到22K底下 郭董你來買 買了以後薪水給你來加 大捆大捆的鋼筋正準備一早出貨 在舔工廠工作30年的阮先生 太嫣現在同工廠的作業員 確實也有人力22K 那你們這邊作業員還有22K的 有啊 也是有 有啊 就在新北市的工業區 要找作業員 不少工廠金水還是從22K起跳 看在鴻海董上郭台銘的眼中 認為台灣的年輕人大有可為 比鄰近國家更有希望 還說哪一家公司給新鮮人的月薪 只有22K 他願意買下公司來加薪 突然說工業界的 沒有一個有22K的 你們舉一個例子 哪一家公司發22K的 我把它買下來 把公司調整上去 郭台銘反豪宇 要直接買下22K的公司來加薪 底薪直接給36K 年薪還有14個月 大手筆挖腳 但大老闆真的要換成郭台銘作業員 卻不可買單 這老闆已經跟他那麼久了 對不對 幹嘛要另外換一個老闆 不需要吧 對於國台銘的說法 老闆們反應兩極 有的不肯賣 也有的說 要把員工薪水降到22K 來吸引國董買 只能說國董話題一出 台灣薪水話題又成為關注焦點 謝謝理性的流量 跟台北採訪不到